我們看第三題 他說如這個圖欄 一金屬桿MN 兩端皆有導線 懸掛於線圈上 MN 線圈上 MN與線圈的軸線 均處於牽直面面 為使MN 垂直直面向要運動 也就是說MN讓它受力往這個方向 好 那麼這個電源應該怎麼接 如果你 這個力量是往外的話 那這個電流可以怎麼做呢 假設電流如果是往這邊的話 那就是 這是L Close B Close B 的話 往這邊 也就是說電流如果往這邊的話 這裡的磁場如果往這裡的話 那這樣的話 它的這個MN就會往外 或者是還有另外一種情形就是說 如果你電流往這邊的話 那i Close R Close B 電流往這邊 B 往下 Close B 也會往外 或是電流往這邊 磁場往這邊的話 它的磁力也會往外 好 那這種情況的話呢 是什麼情況呢 是你這裡是正極 這裡是負極 那磁場呢 往上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你電流要這樣扭 電流要這樣扭的話 代表電流要這樣扭 這個要正極 這要負極 所以的話有一種情形是 A C 是正極 V D 是負極 A C 正極 V D 負極 或是電流過來 電流過來 就是這種情況 這個是正極 這負極 電流過來 另外一種情況是 A C 是負極 V D 是正極 這樣也可以 這兩組的話都是極 我們來看看選項 A 他說將 A C 接在電源的正極 V D 接在電源的負極 這個對 這可以 這樣看 B 將 B D 端 接在正極 A C 端接在負極 這也可以 中間 C 他說將 A D 端 這個就沒有這種 所以 C 是錯的 C 的話他的結果應該是往內 好 這樣我們看 D D的話他是說 AC端 AC端 它是把它接在同一級 BD端 也接在同一級 跨在交流電上 跨在交流電上 這個也可以 當這個是正的話 那是負 往外 當這個負的話 這個是正也往外 所以D也可以 所以大家應該選ABD